12.7毫米的子弹可以说是土石无华 众生平等 打在身上可一点都不疼 一般来说12.7毫米的子弹都是重机枪子弹 可你知道吗 有一种手枪也可以发射12.7毫米的子弹 从技术上讲 它也算一把步枪 但如果从枪管长度来定义 妥妥的算手枪 但每次只能装填一颗子弹 还需要把枪击螺栓拿下来 然后把子弹固定在枪击螺栓上 那么12.7毫米子弹的威力有多强呢 下面先进行第一个测试 面前是块钢板 旁边是个假人模特 如果用12.7毫米子弹射击钢板 假人会不会受到伤害呢 就这个后座力稍微瘦弱一点的都扛不住 再来看钢板 虽然没有打穿 但弹片飞溅的到处都是 旁边假人的衣服裤子上全是斗 也就是说12.7毫米子弹是群体伤害 接下来换个目标 这是一桶蛋黄酱 如果用12.7毫米打蛋黄酱 场面会不会非常壮观 蛋黄酱爆开的场景 艺术成分真的很高 打粘稠物果然很有意思 再来捅更粘稠的糖浆 看看会是什么效果 更粘稠的糖浆爆炸效果就没有刚才的好 再来看看打西瓜的场景 更好看 艺术成分更高 12.7毫米的子弹 果然是人间打杀器 在枪口旁边放两个茄子 开火时的能量能不能震碎茄子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慢动作 枪口巨大的能量 还是能对茄子造成伤害 所以别想着抓住12.7毫米的枪口 那如果老是人挨一枪呢 能不能扛住这种冲击力 下面用弹道凝胶甲刃做下测试 我敢保证 12.7毫米打在身上一点都不疼 正面的创口很小 贴张创口贴就行 背面呢实际也没事 这会儿你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把12.7毫米子弹放手枪里 简直就是流氓武器 更别提重机枪的伤害了